如果是我在那個 一般要去重新撿骨過來的 我一定會做這一塊 我一定會做這一塊 用silicon把它封起來 silicon把它封起來 讓它密封 你就不會有跑水進去了 因為你沒有密封那個水進去以後 到最後的情形就出現了 裡面的濕了 它的骨灰 仙人的骨灰濕掉 然後骨灰裡面變成蓋化 這一塊跟大家報告一下 大家一直在 長期以來一直在探討 到底土葬好還是火葬好 那個火化會產生什麼影響 那如果土葬會產生什麼影響 贊成的人講這邊好 那邊都講那邊的壞處 可是事實上 如果站在對於對環境的污染 對環境的害處 兩個都有問題 兩個都有問題 在火化的過程當中 你看它產生了那個空氣污染 帶澳心 有很多的這些 微塵 站在的去都會影響到 影響到那個人 那個活人的健康 那土葬呢 當然一樣如果是土葬的 像那個棺木它用什麼做的 如果原來的木材還好 原木還好喔 那有一些用稀釋的 他們也是一樣有經過 有一些處理的 化學的處理 那人 漲下去以後 在講到的 那個 那個 濕水 會產生 對那個大地的影響 另外如果這個人 在生的時候吃很多的 抗生素 化學元素 那當然他 埋在地上以後 一定也會產生害處 會產 對環境也產生影響 這些都是沒有辦法去避免的 所以說你看喔 果化的 火葬場旁邊所排放出來的 氮氧化物 一氧化碳 二氧化硫 顆粒物 這些東西 化學物質 你說 不會對 人體產生影響嗎 周遭的人體會不會產生影響 當然會啊 尤其在裡面工作的人 你不產生影響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 所以我這裡說 我們要怎麼採取火化的情形 剛剛已經跟大家分享了 火化的情形就是 人往生馬上去火化 到火葬場去火化 另外一個就是 之前馬一代 之前已經採取土葬的 撿起來再火化 在火化 這個情形應該 一般就是這樣子 一般這樣子 那各位要記住喔 我們當 主家找到你 要為他的家屬 要採取罩障 如果他要採取火化 你要做多少事情 這邊跟大家來一個分享 如果這個家屬 他對你非常信任 你就要全包了 他會叫你說 來老師 那你我爸爸的或是我爺爺的 他們他的後事 就全部請你來幫忙 這個時候 你就必須 從葬儀社 然後整個 你看這裡 這個葬儀社的部分 你就必須要讓他 你自己要去找 那你自己的這個區塊 你要負責喔 但是現在很正常的一個方式 就是說 葬儀社的 他們自己找 那一般再來 葬儀社的他們 的工作就接大體啦 布置靈堂祭拜 座七樣 家祭公祭 送經發言安寧 整個出病前的這些 葬儀的工作 他們去處理 現在葬儀社 連擇日也找 也自己來 玄塔位也自己來 進金 那個古灰坦要進到 那個塔位裡面 他們也自己來 他們變成無手不能 尤其在台中 各位都不知道 有時候我們感到很心痛 就是這樣子 葬儀社現在有個請老師 幫他開 開那個 葬課表 那個老師根本沒有到商家去 然後就按照 按照那個 他老師的 就按照他的生辰八字 那一些衝煞 壁掉以外 他就用傳真的 傳真的給葬儀社 那葬儀社再跟那個 祖家講 你說那個感覺 那個感覺 讓人家覺得非常的心痛 像如果像我 老師在接案子 當 祖家找你的時候 我第一個一定會先到 祖家 那邊去 然後跟 往生者先祭拜 先個拜拜 說 跟他講 那今天 你的某某人 請到我 為 為您的後事來服務 很感謝 那我有這個機會為您服務 那我一定會把您的後事 辦得非常的圓滿 一定要記住要這一 我們要做到的這一點 用傳真的 在台中 中部地區 因為火葬場的關係 在安排要去火化的 因為台中火葬場 在清水有一個 要不然就要到南投集集去了 所以 這一個火葬場 好的日子 大家都 爭先口禍在那一天 所以大家都 一直 一直想盡辦法 那有的 葬儀聖 他為了接Case 因為大的日子 好的日子不多 那他就 早上接一個 下午接一個 然後 一些我們所謂的不好的日子 他照樣接 為什麼 因為葬儀聖 要賺錢 所以他們在 這一個 禁塔的時程 跟火化要推進去 這個時程 他們已經 不再講究 你說可悲不可悲 這個在這個 殯葬的殯葬業存在的這一些 很多讓人家覺得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但是他們照做 在南投集集那邊有一個 有一個納古塔 也是蠻有名的 你知道多好玩嗎 他們的坐山立像 在那個視為掛 但是他們就告訴人家是在視證掛裡面 你不覺得 多麼的不應該嗎 在那一個 那一個地方 那個塔的塔的地方 一進去以後你老實 都不能進去 都必須要交給他們的 裡面的人去處理 我非常的生氣 我在那邊進了好多 好多的 那個 位子 我很不高興 我告訴他 我進塔是主家找我的 這是主家信任我的 我能信任你們進塔的 進得好不好 我說我全神在跑 我沒有看過像你們這樣的納古塔 為什麼不能老是進去 後來他 聽說 只讓我進去 人家主家請你去幫他的先人去 進塔去 把他調那個方位 是不是正確 難道這個是不對嗎 所以在我們的 殯葬業這邊 存在著非常多 不可思議的事情 而且 有很多老師 他自己 不潔身自愛 你知道嗎 這一個先人的最基本進塔就是以我們的 以這個當事人 往生者的先命 他適合做什麼方位 這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這不談任何那個風水地理的問題 最基本的那個 坐山立像 他都可以不遵守 就是為了賣那一個塔位 我也希望在做 今天很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講這些 目前台灣存在 殯葬業存在這些現象 塔位 納古塔那邊存在這些 這些不正常的現象 我也希望大家堅持你的一份的原則 一份的良心 不要去 配合他們去做這些違背自己良心的事情 你連自己說服不了 你怎麼去說服別人 將心比心 好 這邊一般正常的 葬儀社的 跟我們的 跟我們老師的 一人一半的工作 看理師負責的擇日 玄塔位 骨灰禁塔的工作 骨灰禁塔的工作 這一點 大家 目前最流行 分工最清楚的就是這一塊 除非在鄉下 他會全部讓你包一萬 其他的現在在都會區 已經不可能了 因為 葬儀社都在搶大體 他們都 跟醫院 跟醫院 結合啦 不要說勾結啦 結合 這個人 到臨終了 他就會通知 告訴他的 配合的 葬儀社 現在有很多大醫院 已經在做這個 葬儀社的工作 喔 他們 所以你看喔 在像 在台中的 中國醫藥學院 那個 慈濟啦 有些大醫院 他都有 都有 一個 等於 固定的 靈堂在那邊 他就配合跟那個 葬儀社結合 就在他們那邊做靈堂 也在賺這些錢 在賺這些錢 那沒有辦法 所以 現在的 看醫師 這一塊 會慢慢的越來越少 因為葬儀社 是 無手不包 全包 全包 當然 你如果服務好 那你都 你都不必擔心 那就是因為 有的是 老師 那個 看醫師 他的服務 專業程度不夠 那有的是 葬儀社 他們 他們的 那個 服務專業不夠 但是有的 有的那個 葬儀社 他會找特定的 老師來配合 所以 不必擔心 你把專業的東西學好 你一定 不要甘心說沒有 沒有的事情可以處理 有一些這個文字的東西 文字的東西 請大家 參考 回去 看一看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那因為我已經在 大原則上 都已經跟大家來說明 就是說我們目前 所採取的 火化鏡塔的 還有目前在 整個在實施 殯葬這個過程當中 有一些的 弊病 有一些 不敢講的問題 那我今天都告訴大家 這是你有錢買不到的 你 別人不會告訴你的 不會告訴你的 那你知道以後 你如果從事這個行業 你會去慢慢去思考它 會慢慢去思考它說 到底我們要怎麼做 你要怎麼去改善 有沒有能力去改善 所以我們在書面上的這些觀念呢 也談到這裡 那接下來 以下的 接下來的 就是說 我這從火化鏡塔 這個整個一個過程 那我們當老師的 必須要做到哪一些問題 在台灣目前 有很多 尤其中部 老師 你自己不禁責 你要怪誰 你老師自己不禁責 你不會 自己去做該做的事情 我最常碰到的就是說 好老師放在摺日以後 那就是那個 那個土工 土工 那個我們稱這個 祈掌師 撿骨的 撿骨師 他就按照老師的 責日他 老師都 連破土都不去了 那就是由那個撿骨師 去把它撿骨 然後去 畫好以後 看幾點料 幾點料去禁塔 那老師就去禁塔 我曾經我在學習的時候 我有一個同學 他在彰化 當一個公務管理員 當然他也是地理師 我 去觀摩 我都問他說 那個 同學同學 請問你這樣子 禁塔這樣的 那個主教包給你多少錢 我看到他的過程 他說一般最多都是3600 我說3000就太多了 因為同學 比較好開玩笑 他嚇一跳 因為我看到他這樣子 幫人家處理這個流程 我說給你1200就可以了 你幫他折骨日 尤其 撿起來要火化 折日 那麼簡單 對不對 你又沒有去現場 然後人家把骨灰塔 拿來到塔位那邊 你就幫他進一下 不過你那麼簡單 你按照時間 你沒有不必要那麼多 多的給你的禮金 是不是 所以當一個 一個很專業的 的那個 地理師 勘語師 你做任何一件事情 你務必要從頭跟到尾 等等 說實話 踩到這個 我們可以做一點 啟動作 對 感谢观看